其實不同區域放映的不一樣 你是指台灣以外嗎? 台灣以外 台灣以外像香港的反映就蠻熱烈的 那因為香港面臨的問題可能跟台灣其實蠻類似的 那我覺得而且又是華文的 然後所以他們反映上是還蠻熱烈的 然後後來那個片子也有在香港上院線 然後我有看到蠻多文章 然後評論對這個影片的回饋 那基本上是都 我覺得可以引起一部可以引起討論的電影 我就覺得是一部還蠻好的電影 然後我第一個世界首映是在多倫多影展 然後多倫多影展的觀眾 我覺得對我來講 看到的 看到的故事 看到的東西可能會跟台灣觀眾有一點點不一樣 畢竟那不是他們熟悉的場域 可是他們看到我裡面想要講的其他的事情 那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不錯的很不錯的反應 那在這之後其實到不管是到荷蘭啊到哪裡播 其實都會遇到蠻多台灣人 然後所以反而就是 反而就是 在異地遇到台灣人的討論也是蠻有趣的 我也不曉得該怎麼講 就是回饋喔 大部分都是問問題啊 我回回答這樣子 例如說電影為什麼拍黑白的啊這一類的啊 然後 夜女士到底有沒有在佛裡面啊 到時像多倫多那個觀眾 他就跟我談到關於流浪海外 世家這個事情 那我就覺得我還蠻喜歡他的問題